请说回来 周海 是遥遥领先所有的竞争对手 而稍早吴义正其实也拨了电话给陈其迈表达恭喜 而预见吴义正五点半就会出来宣布整个结果了 而其实我们在稍早的时候 我们还独家访问到了陈其迈的儿子陈正通 他也赶到现场准备要跟爸爸稍后一起站在台上 对所有的支持的表达感谢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陈其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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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其迈是带着口罩 直接从所有的支持者当中穿过去 而且不仔细看的话 还根本不会发现他就是陈其迈的儿子 而且呢其实今天在外头 高雄的天空在下午的时候 是下起了非常大的雨 所以呢其实蛮多支持者 他们都是原本在外头 但是被突如其来的大雨 一下下来 他们全部都躲到里面来避雨 所以呢当这个陈正通被问到 爸爸现在的票数是一直领先 而且几乎快要赌兵当选的一个状态 问他的心情怎么样 而陈正通只说呢 只希望外面这个雨赶快给停下来 而现在呢 目前陈其迈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资讯室 他必须要等到国民党候选人李梅珍 他先率先的出面说明这次的结果之后 陈其迈才会带着老婆和儿子跟女儿一起上台 接受支持者的欢呼 以上就是来自陈其迈总部的最新状况 行李梅珍